你去哪儿啊 难道你是老师吗 说的没错 我就是老师 你 你是老师 是啊 这位同学 先走这边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新来的哲学老师 我的名字叫 是善丹丹 老师 请教 什么是哲学 哲学是你们以思辨的方式 启发人的智慧 让人聪明的学问 老师 那你的意思是 哲学能让人变得聪明是吗 可以这么说 那让我想一下 你有什么办法能证明 你比我们所有人都聪明呢 提这问题的同学 你也是真够傻的 好 那老师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老师 可以吗 好 欢迎提问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事情都是没有答案的 尤其是哲学 对吗 聪明老师 有道理 不认识吗 本学期的学习任务 同学们可以通过目录看出来 一共分为十二个章节 每一个章节的第一句话 是这个章节的主题 那位同学 进来为什么不打报告 报告 善老师 我来的路上有点堵车 请坐 一共分为十二个章节 这十二句话 浓缩了本教材的精华 我希望同学们 每天默念一遍 老师 聪明老师 这并不是让同学们死记硬背 哈喽 老师 有人举手 这位同学 现在不是提问的时候 请认真听讲 现在我们来讲第一个章节 咨沙 可惡 准备 吃 冬家 ün